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 刚刚上一节已经开始进到空的双关 双关就是它有两个意思 它有两个意思 那 那老师先说明 《般若经》它在表达 般若所物的法相 这物的法相或者这个实相 那 在《般若经》 老师这边用的小品《般若经》 那他就把相关的这些经文 把它收集在一起 然后做一些考察 那这边先说明一下 这么多数字 这么多英文字母 什么意思啊 这ABC 这一列呢 它每一个英文字母代表是 小品波若经里面的某一个段落 在某个段落呢 它只出现空而已 在这个A段里面 在B这个段落呢 它只出现了无所有这一个语词 那他都是在表达这一种书法实相的一个魂脉 那在C这一段的经文 它出现了空还有无所有 在D这一段经文 它出现了不可得 还有无所有 好像在下面 这有跨页了 我们用另外一个整理过的图给大家看 好 这个就是跟刚刚一样 只是说这边多了一些颜色 好 那所以ABCD一直到P呢 就是有这么多段的经文 那每一段经文呢 它出现了语词有哪一些 那这边还有数字对不对 数字什么意思 就是它在那段经文 这个语词 它出现了顺序 比如说空在第一这一段经文 它是第一个出现 第二个出现是五项 第三个是五座 但是在I这一段经文呢 它第一个出现是无声 空是第二个出现的 所以这个数字就是 在那段经文里面 它出现的顺序 好 那这边还有颜色嘛 对不对 我们讲也没有颜色啦 那当时在做的时候 也还没想到 怎么样去表示 导致这个表先让大家知道 它在表达什么就是 在波罗经里面有这么多语词 有十八个语词 用来表示这个波罗所体悟的实相 那这些实相 那这些实相当然都是 都可以说是 OK 就是有两 有两类不同的意涵 那两类呢 黄色是一类 蓝色是一类 那黄色这一类它表示 是一种圣意的 比较是一种正面的圣意 蓝色这一类语词 它表示一种虚妄不实的 同样都是在表达 这种波罗所观的内涵 那它有出现 两类不同的语词 那导师有注意到 空跟无所有 它跨两边 跨两边 所以这边用一个 灰色的 灰色的颜色 著名 这两个语词 它就是 为什么跨两边呢 因为空 经常跟这一些 表示圣意的 比较正面的 这些语词同时出现 表示它们同意语 那也有跟这个 表示虚妄不实的 这些语词 同时出现 但是这时候 没有这一些 表示圣意的语词 比如说在批 批这一段 批这一栏 它也出现在经文 但是它出现的时候 是跟虚狂 或是虚妄不实 不煎熟这一类的 不实的 虚妄不实的法 一起出现 表示它们又是同意语 所以导致这个表格 就是要表示这个意义 也就是说空 它在那么多经文 在表示波罗 所观的这种 实相的这样的脉络底下 它有时候跟 这个表圣意的 这一类语词在一起 表示它们的同意 那它也导致也发现到 它也有跟表虚妄不实的 语词 一起出现 那在那个文脉当中 这些表正面的 这种圣意的 这语词都完全没有出现 所以它就是跟这些 虚妄不实的这些语词 是同意语 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情况 好 那 我们这个表格 大家现在知道了 就是数字表示出现 这一边的 这一区块的数字 表示它出现的顺序 那这个只是让大家知道 它这边有几个语词 总共有18个 好 讲完这一个表格的意义 我们回到导师的文 所以导师就是 折要列举用于表示 这一种 这一种 不落名项分别的这一种 语词 或是 诸波尔所误的法相的这一些 同意语 在 波尔经有这么多 那导师列完之后呢 他就下了一个结论 他说 他说 从所举列的来说 空 以及 无所有这两个语词 具有 双观的意义 双观 大家有看出来吗 老师列完之后 他就看出来了 我们教大家怎么看 一样是这一个 大家有看到这一个黄色 蓝色吗 对不对 比如说 一这一段经文 空就是跟五相五起 这一序列的语词出现 那这些语词呢 就是说 从二到十四 无相到不可思议 这一些语词 他们 都是 一起出现的 这些语词 他不会跟蓝色这一区的语词 一起出现 无相 无作无情 一直到不可思议 就是黄色这一个区块 但是空呢 比如说 F这一段经文 他跟 无相无作无奇 这一类的语词一起出现 那在P的这一段经文 他又跟 这一个虚妄不实的 这一些法出现 所以同时跟 表示 圣意 涅槃的语词 一起出现 然后同时也跟 表示虚妄不实的 这个语词出现的 只有 无所有跟空 这边有帮大家 表示出来了 好 就是 空 在P这一段 它就是跟虚妄不实的 这些语词一起出现 无所有在这个时候也是 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导致是这样子看出来的 所以 几乎 几乎空都是跟 黄色这一区块的语词一起出现 只有P这一段经文 它跟虚妄不实的语词 一起出现 表示他们是同意 所以 空跟无所有 同时 就是 它跟虚妄不实的语词 一起出现 也跟圣意 这种 涅槃的这一些语词 一起出现 所以 只有这两个语词 就这样子看出来 主要是P这一行 P这一行 有虚妄不实义 其他呢 都是 圣意 跟圣意相关的 这一些语词 好 所以导致一列完 他就看出 有双关义 空跟无所有 好 那接着导致 又再从阿罕经开始谈 好 那 在阿罕经中 空无相 无所有 是三 三魅 三三摩地 或是三三魅 或是三解脱 这三个是 这是 被 被 被 主为主 叫三三魅 或三解脱 在解脱法门中 无所有 是重要的术语 但是后来呢 无愿替代了 无所有 在阿比达摩论中 无所有就少见了 无所有就变成 无所有处 空 就是 是空定了 无所有处了 这在阿罕的空 那边 老师 有论证 好 那再来 般若 出席大圣经 虽既继承了 空无相 无愿 三解脱门 这样的一种 教学 或是术语 但无所有呢 仍然广泛应用 那说空与无所有的经文 比无相无愿要多得多 虽然 无所有在布派已经 比较少使用 就变成是空处里面的一个 一个定的一个名称 那在佛法的这一种 观行的教学当中 无所有就少见了 还是别只是一般世间的定 变成一般世间的定 但是般若经 还有出席大圣经 对于无所有还是有广泛的应用 还有空这个语词 都有广泛的应用 好 那再来导师就要说明 这双观表现真实跟虚妄 真实就是这种圣意 虚妄就是虚妄不实 所以这面真实 不要把那种自信 这种实有 恒有 这样的语词把它混淆了 我们在学习佛法 有时候 很容易混淆这些语词 这边真实就是实相 诸法实相 真理 恩虚妄 虚妄不实 得得两层的意涵 我们来看 导师说 上表所列的从空到无所有 如F指的是圣身法相 那L是指事件的实相 那I这一段是将入不退转的身形 就是他们 就是他可以把它当作是相关的 那H这段经文是无法可转无法可换 无法可是无法可见 M是一切无复无解 那导师是举着这几段经文 F这一栏 看一下 F这一栏 L还有I 就是F这一栏 还有I这一栏 就是每一栏 它代表是一段经文 一段经文 好 那 等一下 把它缩起来 好 所以F F是圣身法相 这一栏的经文 身法相谈到了空 无相 无作 无起 还有无生 等等 然后L L就是这一个 它就谈到了空 还有离 静 还有极灭 或是极静 等等这些语词 等等 这个是这样子来看的 好 那 告诉大家 怎么看就好 好 这里面呢 或是表达 身法相 身身法相 或是菩萨的身观 就是将入不退 转的身形 夏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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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 的空 与无所有 等重 在显示 真实的 那 也就是空 跟无所有 它的重 重点 在显示 真实 怎么看出来呢 就是空 跟无所有 多数的经文 都在黄色 这一区 对不对 都在黄色 这一区 只有P 这一段经文 它在表示 虚妄 不实 好 所以它是重 在显示 真实 这就是 双观意 的第一 那 还有另外一个 显示 虚妄 不实 显示 真实 显示 虚妄 不实 好 接着导致说 但空 无所有 以下 如P 的空 无所有 虚狂 不实 这些内容 是各一本 所相同的 那这事呢 这是表示 虚妄 不实 那表示 虚妄 不实 在波尔经 小品波尔经 也有 其他的地方 也有 有类似的 一个教学 比如说 有一段经文 谈到 自无决定 无助处 所以者和 自无所有 故 那这边呢 无所有 也是 但名 无实 的意思 这个字 就是名 就是名称 语言 文字呢 它没有一个决定 没有决定 没有助出 因为它是 虚妄 不实 的 虚妄 不实 好 所以空与无所有 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就是 显示 如实相 那也用来表示 虚妄 心 如实相 就是诸法 实相 虚妄 心就表示 它并没有一个 实有 恒有 的一种 实体 这样的一个意义 所以波尔经呢 它不只是直显 只是表达 空 不只是表达 这个 圣身涅槃 其实就是 如实相 它也表达 虚妄 性 这个虚妄 性就是 无自信意 中论 就是采用了 这一个 这一个 面相的意义 来跟阿罕 的缘起 来沟通 那沟通之后呢 它就有办法跟 如实相 这个空意 连结 因为要达到 如实相的体悟 要透过 虚妄 不实的 观形 这前面导师 就提到了 就是 要显示 空呢 还是要透过 这一个 虚妄 不实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 观照 就是 这个空呢 虽然是诸法实现 但是它要从一切法 虚妄 不实 的一个观 观形 才能够体现 或是体正 等等 好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双观 再来导师说 其实呢 不只是 空跟无所有 它有双观 那导师认为 尽啊 无生 无灭 极灭 圆里 清净这些 涅槃的 同意 一名的 这些语词呢 其实也都还有 遮忘的意义 遮忘就是 表达它是 虚妄 不实的 遮忘 遮忘 好 那以上就是说明 什么叫双观 双观就是 空 这边着重在空 虽然导师提到 空跟无所有 但是这边着重在空 我们就用空的双观 空的双观 它有两个意义 显示 如是像是一个 这要记起来 要不然以后忘了 就 就会迷迷糊糊 也表示虚妄性 好 那这样的虚妄性呢 呃 就是中论 它的空意 所采取的一个意涵 就是无自信 没有一个实在 实有 恒有 不便 这样的一个实体 好 那再来导师就要说明 这样的一种 虚妄 不实的教学呢 在波尔经 其实有慢慢增多 前面是举小品 波尔经嘛 对不对 主要都是在讲 显示 如是像的意涵嘛 只有导师 只列了一段 就是最后一篮 就是P 这一篮 他才是表示虚妄不实 其他 A到O 都是要 可以说 主要都是在表达 如是像的 好 那接着呢 导师就 开始要说明 这样的虚妄不实 小品波尔就有 它的中本呢 就越来越多 乃至小本 里面 就是它 就是要 说明 这个教学的真广 好 那这样的真广 有什么意义呢 导师最后会说 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 好 导师说 波尔经本 重于 身法像的直观 这个身法像 什么意思呢 身法像 就是涅槃 身法像 就是涅槃 就是 如是像 就是涅槃 好 那 而在空的发展中 说诸行或一切法 虚妄不实的教授 也越来越多 这个就是前面所说的 虚妄不实 双关嘛 表示虚妄性 然后显示入世相 他本来是重于 这个 如实相的直观 就是涅槃的直观 但是在发展当中呢 要表示 说明一切法 虚妄不实的内容 也越来越多 早期都在讲 涅槃如何如何 慢慢慢慢 他把这一个重点呢 也有一些转移 或是做一些平衡 又开始在讲 一切法 他的一种 从这个圣意的 这样的一个层次呢 把它 这个聚焦在 我们这个 缘起的世间 我们可以经验到的 这个世间 的这一些法 他的一个特质是什么 虚妄不实 也就是中论所说的 无自信 这样的内容 就比较越来越多了 好 那这边导师举了 就三个 三段 三大 三大段的例子嘛 就是 一 二 三 那第一段呢 他从小品 然后 摩河波罗 然后大波罗 第二分 那他就是有 小品到 摩河波罗就是中 小品就是 夏本波罗 夏本波罗 他的重点呢 就只有这个 无声空极灭的神观 对不对 等到中本波罗的 摩河波罗波罗密经 他信其一切法 的内容 就多了 虚妄不实的 这个语次出现 不只是无声 空 还有这个不坚固 这不坚固也是 虚妄不实的 的内容 那大波罗经又是 第二分又是中本 更后期 他同样是中本波罗的系列 但是他的年代又更晚 所以就是 下本波罗 中本波罗 有一些出现了 那上本波罗 没有上本波罗 中本波罗在晚期的一个 的一个内容 也都 都有这一些虚妄不实的教学的 内容出现 这是从 下本 中本的初期 或是早期 跟中本的后期 这是第一个例子的情况 它主要是 信节的内容 那第一个例子呢 就是 行声般若 这是更深的一种 观性 应该要观什么 极灭空虚狂不实 那第二分 又有更多 这个就是 在升官的这个 面向的教学当中呢 中本波罗 早期的 只有两个 那后期呢 就有 一二三四五 又更多了 所以 增广 导师要表达增广 这样的一个 发展情况 那第三个例子呢 它是在 又如 某个波罗 波罗 密经 就是 波罗 波罗 密 信 无所能 做 这个 就是举这一种 辟喻的 的一个 的一个 内涵 然后 然后 这边也 又 就又有 更多了 这一些 虚妄不实的 这一些 教学与词的 出现 这边 第三段 它是 表示从 批语的 一个层面 批语的层面 就越来越 多的 虚妄不实 等等 的一个 内容 那这边是 在谈 波罗 波罗 密 信 一切 法治 信 的 这个 特质 那有 越来越 多的 这一种 虚妄不实的 预词 的 出现 我们看 解说 导师说 这个 虚妄不实 这一类的 的 术语 有更多的 一个应用 就是说 导师看到 一个现象 就是虚妄不实 的这样的 内容 有更多了 那导师 这边 就要表达 它背后的 意义是什么 意味着 波罗 而法门 不只是 身法向的 体物 就是我们前面 所说 涅槃 就是直观 涅槃 身法向的 体物 不只是 在谈 这样的一个 内容 不只是 波罗 世俗的 虚妄 然后呢 从 脱落 明相 因为我们 没有 关破 世俗的 虚妄 就是 就是会 直取 明相 没办法 就是 脱落 明相 我们的认识 都是 直取 明相 的 今天我们 说 这个是 桌子 如果跟大家说 这是椅子 大家就会说 师傅你疯了 这个不是椅子 这是桌子 就是 大家就会开始 执着 这个叫什么东西 当然 大部分人 都叫 这个是桌子 但是 没有椅子 坐的时候 大家坐在上面 其实也有 椅子的 作用 所以 这种明相 会让大家 陷入一种 这个世界 我们来生活当中 会陷入一种 执着 然后会 倾动我们 种种的 负面情绪 波尔经的教学 就是要 要告诉我们 这些道理 这些明相 它都是 虚妄不实的 它有它的一个 作用在 或是 通常的一种 形式啊 或者是大家 共许的一种 概念 或是一种 存在的一个方式 但它不是永远如此 不能变的 它是可以变的 但它也不会随便变的 大家不要误会 就是说 那 怎么说都可以 怎么做都可以 也不是 它还是要 它还是有个 因果法则 你 做坏事就是会 承受这种苦果 不会说 做坏事会 会得这种 福报 或者乐果 不会的 但这样的一种 果报的承受 它不会永远都是如此 果报它 它承受就是 就是承受完 它有一段的 一定的一个期限嘛 对不对 那 这个果报受尽了 那又 又 又是另外一个 果报的一个 的一个 状态 或是情况 所以所谓 虚妄不死 就是它不会永远如此 不会变 主要是指 但是它有一个 法则在的 因果 必然 它是有个 法则在的 虽然它不死 但是它那个 作用 就是让我们 能够很 感受到 它很真实 受到苦的时候 哀哀叫 哇 真是 我的世界末日到了 等等之类 好 所以 导师 在做完这些 比对之后 他不是 只是纯粹在 比对而已 他看到这个 空它有双关 他如果一般就说 它就是有不同的意思 大概就没有再 进一步的去深入 去探究了 那导师呢 他看出这样的一个 内涵意义之后 那他又进一步去探讨 这样的教学在波罗经的发展 是越越多还是越越少 还是保持不变 那他就进一步了一个探讨 他发现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意义是什么呢 他就是在这边说明 就是你植入 所谓的 身法相的体悟 的这些描述 诸法相 诸法实相如何如何 这个不容易去 去弃悟的 那寄步他就是要 提示说 那怎么样去 去体会到 体悟到这些诸法实相呢 就是要关破世俗的虚妄 关破世俗虚妄之后 脱落明相 才能够 契入如实相 这如实相 我们用 黄色就是诸法实相 涅槃 极境 等等 身法相的体悟 所以身法相的体悟呢 要关破世俗的虚妄 从而 脱落明相 以契入真实 那 这个其实 波尔经就已经讲到 这样的一个 意义的 或是这样的一个 观形的一种进入 那中论呢 特别把握这一种 观世俗虚妄不实 观诸法 无自信生 缘起 无自信的生 缘起 无自信的灭 这样来观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要脱落明相 因为我们的认识呢 都被明相所吸附着 一个名字 它背后有一个指射 那我们就会牢牢的把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绑在一起 一旦这一些情况 有所变化的时候 我们就会生气 或就是情绪就会跟着起伏等等 好 那以上呢 那以上呢 就是导师在谈双观 这一段很短 它就是要证明 空有双观意 然后这个双观意的虚妄不实义 它有越来越多的一个发展过的一个现象 那这样的现象 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体悟这种生法像 是要透过关破世俗的虚妄而达到的 所以波尔经的教学 还是可以修啊 之前在疑惑波尔经的教学 不太能修的这些法友呢 到这边应该看到波尔经 它有自我调整了 只调整它的这个教学的内容 那大家要看得出来 就是同样在讲这个圣神法像的时候 它除了应用涅槃的同意语之外 它也使用这一种虚妄不实的 的一个语词 在放在一起 那其实导师的认知就是 透过关破世俗虚妄而进入真实 达到生法像的体悟 好 再来就是要进入第七节了 那第六跟第七其实它是相关的 空的双观 就这个就会跟自信空跟无自信空 它的意义有关联 那这个关联也牵涉到自信的定义的问题 那这边简单说自信空就是黄色的 无自信空就是绿色的 就是表示虚妄不实的 表示虚妄不实的 总说波尔经自信空跟无自信空 它的意义是不同的 好 波尔经常说自信空 一切法无自信 无自信雇空 这样的一种教学 经经经过论师 主要可以理解为宗论 龙树菩萨 这一宗观的这一些论师 的一个大力弘扬 这个学者就是我们 学习者 学习 佛法的学习者们 似乎就觉得波尔经的自信空 就是一切法无自信空 导致说应该是有所不同 好我们来看 就是这个是波尔经常说自信空 但是一切法无自信 无自信雇空 这样的一套教学 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有一种 意解 就是自信空 就是无自信空的意思 好那接着导致说 当然 波尔经说一切法 虚妄无实 但有名字 确实波尔经也有这样说的 是可以说无自信的 如今说我名字无自信 但有假名都无自信 就是说这样的理解 也不能说完全不对 但是呢 导致后面有个单 但波尔经所说的自信空 与无自信空 意义上是有些不同 但是所谓的有些不同 就是 它 它是有关联的 但是它不是等同的 那什么关联呢 无自信空的这种空 意义是虚妄不实 自信空的空 意义是显示真实的 显示这个如实相的 所以怎么样才能够达到如实相 透过观照虚妄不实才能够达到如实相 所以它还是有关联 但是导致这边提到 是有不同的 无自信空 就是虚妄不实意 好 那再来导致先提出他的statement 他再来就是要证明 怎么样不同 那这就是第二大段 要说明的 那这些在大段说明当中 导致又 又要表达一个 要指出一个现象 就是说 自信空的教学 慢慢演变成无自信空的教学 它又有这样的一种演变 也就是前面前一章不是说 虚妄不实的教学的真广 除了体悟圣生法性之外 这个圣生法性 其实是要从 关破世间的虚妄不实 脱落名相的达到的 所以慢慢慢慢 他的教学的一个重心 或是偏重性 就有一些转变 有一些转变 我们来看导致 导致先说明 自信的意义 那自信其实有两个意涵 空有双关 自信也有两个意涵 首先导致又举出 举大致度论的定义 来做说明 他这边就提到 自信有二种 一者如世间法中 地坚信者 地 他的自信什么 就是坚信 地水火风 水就是湿性 火就是暖 风就是洞 那第二种呢 就是圣人所知的如 还有法界实际的 就是诸法实相 他也是本来如此 非佛做非于人做 也不会变 对不对 那他也符合所谓的 自信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好 那这一段大致度论的引文 导致说有两类自信 第一个呢 是世间法中所说地坚信 所以施信等 地坚为自信 谁以施为自信 那在四十五法当中 是可以这么说的 但是呢 求坚信等自信的实体 那是不可得的 那也就是没有自信 无自信 所以世俗法所说的这一种自信呢 它是不可得的 因为要去求它的实体 是不存在的 它会变化了 就是它都是因缘和合 而存在的一种象状 或是状态 那第二类呢 第二类的自信 是圣人所证的真如 或名法界 或名实际 那这个是本来如此的 可以明知为自信 可以称为自信 这些诸法实相 其实它 它就是一种 不可用语言失色的啦 那你如果要用语言失色 你可以称为自信 它是本来如此的嘛 本来就是这样的 自信 既就有这样的意涵在当中 好 那再来也领了 就是另外一段大蜘蛛论文 也是说明二类的自信 比如说色性者 所谓地间性的 然后色的实性名为法性 所以 这里面有的是二类自信 一个就是世间所说 依法的一种特质 一个就是诸法实相 好 那这二类自信呢 一个就是世俗的自信 而世间众生 以为自信有 如地间信的 那这个 是不符合缘起深意的 它不是自信 它是缘起义有 所以要破斥 而论证没有自信 所以中论要破的 就是这一种 我们在认识意义法那一种特征 我们都认为它就是不变的 实有的 不代缘的 在认识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理解的一种认识 有这样的一种观念 所以要去破除的 那第二个是深意自信 也就是圣人所证 证件的真如法性 是圣人如实通达的 可以说是有的 可以说是有 这边注意导师的这个字 可以说 他其实是没办法用语言去表达的 但是呢 那你若要表达 可以说是有的 因为圣人可以体悟这样的一个真理 那可以说是有的 好所以大师读论说 如法界 不是法性 实际 世界无故 低 故有 就这些法性实际呢 世界无 他他并没 从世俗的自信角度 他不能说他是有 但是从低意的角度呢 他是这个无漏会所体悟的一个实相 那可以说是有 低意其实不能安利任何一法 但是可以说是有 那低意就是圣意啦 好那这边可能也要跟大家 做一个语词上的说明 这边有一个圣意自信 对不对 大家也学过卫世 卫世也说 原诚实是 圣意自信 好那 其实这边 布尔经或是大师读论所 所说的圣意自信 与词 跟这个卫世所说的圣意自信 与词 看起来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但是在导师的理解 还是不同的啦 因为 在布尔经说 他是有自信 或是有 他其实是一种施舍而已 他不是认为 不是就是主张他有 他只是一种施舍 教学上的一种施舍方便 在某一种情况之下 我们方便施舍 说 有这样的 他这个也名为自信 说为自信 名为自信 那这个自信就是圣意的一个本质 圣意就是法尔如是 本来如此 就是诸法实相 圣意 即是自信 那在维师他在讲圣城石的时候 他 他稍微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个论述 因为他就是说 一切法分三类嘛 真正的空无的呢 是片戒指 一他起是世俗有 圣城石是圣意有 他就主张圣城石不能空的 但是这个圣意自信 或是涅槃诸法实相 在波尔经 他有另外一段话 来证明他 跟维师的主张是不太相同 不是他自己证明 就是我们可以用来证明 就是说 一切法如幻如画 然后呢 涅槃也如幻如画 若有法更胜于涅槃 他也如幻如画 也就是说这种 这种自信啊 这种有呢 他其实都是如幻如画 这个回事他就不这么说了 这个圆城石不如幻 不如画 就在这一种论述的一种 语言的施舍两个 他就就有一种 他们的不同的 或是坚持的 或者是 他们一定要这样讲的 这样的一种论述 就是两者的论述是不同 所以这个圣一致性的一个 的一个语词的施舍呢 跟维师他在使用圣一致性 来说明原诚实的这个概念 他其实圣一致性 就是原诚实 就是诸法实相 内容是一样的 但是对于他们到底是有 是实有还是如幻有呢 这是两者他的一个说明 就他们在论述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 但我们不能说维师说 渊城石是所谓的 实有这样的一个论述 是带有自信见 因为我们要把所谓的这一种 论述呢 或者是他的一种语言的实色 当作是一种教学 他有针对性的 也就是他虽然 从中观的角度 不够彻底 好像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存在没有必经透彻的这种空 但是呢 维师他就是要矫正 波罗金所说的一切法空 所产生的那种断灭的一种 一种错误认识的一种现象 也是波罗金这一套教学 他讲得很透彻 但是很容易被误解 那怎么办呢 维师他就稍微调整了一下 就把他的这个教学 多一点有 多一点比较具体的一种 的内容 虽然就是从这种 所谓的疗异的一个 的这一种角度来看 好像维师讲的 还留有一个什么东西 还留着 还有 还有所谓的空所显的一种 有一种存在 但是他就是一种教学 他就是要去扭转 波罗金的教学里面 所产生的一种 副作用 他就是偏偏要这么讲 所以他这么讲 他有他的一个对峙的作用 或是他的一个时代意义 所以他有时候在比较这个 维师中观 他还是有不同的 但是他不要把它看的就是 他们永远不能沟通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们的主张是有所不同的 他们就不说圆成时是空无的 这一个 或是心事是空的 维师他不太讲心事是空 因为他对空还有他的一个 他们这一个学派的一种 固定的一个使用 或是理解方式 语言教学的施設是这样子的 波罗中观他就会说 一切法就是空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在维师 他有一些情况 他的一些语词 他就不这么使用 他还是有不同的 但是他们还是有些共通 可以沟通的一个 一个教学的内涵 或是一种去向诸法史上的一种 相通性 好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到 所以我们先到这个五十五夜的开头 我们下星期会不会再做一些复习 然后再进入 第七节的一个内容 好那我们已经过了一半 课程已经过了一半 希望大家听到这边之后 发现原来布洛经可以修 而且布洛经还蛮好用 这样这边的教学内容很好用 希望他有这样的一个提 得到这样的启发 好那接下来是问答的时间 那么请秀如居士主持 谢谢师傅 那师兄姐如果您有问题的话 请您举手 我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最后的世俗 自信跟生意自信这边 分别来看的话是很清楚 那我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从世俗自信静观到生意自信 这部分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看到保师有在这外面做琢磨 一切法的一个像嘛 对不对 地是坚信 水是施信等等 那我们对这一些认识呢 我们要去 去 进一步去观他的实体不可得 也就是要去了解他是 无有自信的 就是要对于这个世俗的自信 我们去认识他 但是要进一步的去观察他 他其实这样的一种特质啊 他也是失色而有的 一因代缘的 他会变的 那就是所谓没有这种实有横有 固定不变这样的一种 一种实体 对世俗的这些 我们认识的医法 他的这一种特质 要进一步去观他的 这个实体不可得 那就能够体悟到 这个诸法事项 或是生意自信 希望有回答到您的问题 对 法师你好 我想再进一步问一下 就是说您刚刚说从那个 世俗地去观破他的自信 对 那我们在世俗地的时候 有讲到说他的自信 自信有 就是比如说地水火风 那个石油 那问题是 这个石油是要从 颇弱空去破塌 还是从因缘空去破塌 我是在这两个方法论上面的取舍 有一些模糊这样 就是说到底是要用哪种空去破塌 会比较好 比较有效果 比较如实观这样 谢谢法师 我这边就采用中论的说法 就是要观他无自信 虚妄不实 因为波尔经只是说虚妄不实 那中论又提出了一套完整论述 就是去破他的自信不可得 那就能够观到虚妄不实 那这个我觉得透过中论的 这种中观的一个进入 是可行的 也是有效的 那其实他应该没有太大的区负 波尔经讲虚妄不实 那只能够观到虚妄不实 那波尔经他只用批语 如幻如画 那你能够体会到这种虚妄不实 如幻如画 如梦 如想等等 那他当然 这其实是根气的问题 就是看相应哪一种方式 没有说哪一种方式是适合所有人 然后是最有效的 应该是要看根性 所以两者都去尝试 波尔经他就是去批语 说他虚妄不实 以这一种一解空来 欲难解空 那中论他就从 有时空洞 存在时间空间运动 一一的去破除我们认识当中 所存在那种自信的一种认识 那他有一套很详细的一种 一种论述观的一个思维 应该是一个比较 如果是学哲学理工 就会比较相应 那有些学文学 可能直接读波尔经 他就能够体悟到 如幻如画 对啊 如幻如画 他就不止取这些 自俗的自信 那这有时候很难说了 我想简单谈到这边就好 好不好 请Howard师兄 发问 阿弥陀佛 感恩那个常识法师 书信就是回复地址的问题 就地址想 接着问 就是说 从法师给我的回信里面 我就才知道 有这么一个分破空 因为以前都是用天台的 这个悉空观去想 那就说分破空的话 师父你有提到说 最后有一个不可分的 那个灵虚 或者是这个 那那个是不是就算是空向分 还是说 那个也要破掉 另外就说 这个分破空 它在实际操作上 师父您说 你们不太熟 就我们可以从什么地方 找到比较细致的描述 就这个分破空 该怎么去直观去修 好 感恩法师 阿弥陀佛 因为天台或者是大致论 一般我们就是说 它叫做分析空 或者分破空 就是我们看一个东西 对不对 那其实它是可以 可以去再分析成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手机 直取这个手机 你把它拆开 你就不会执着了 对不对 合起来 有很迷人的功用 那拆开的时候 功用都没了 所以要去破执着 就是把这些东西 把它拆开来 那这样的拆开 它会有一个困境 应该就是说 最后有一个东西 你就不会再拆了嘛 对不对 那那个东西就没法空 那个东西没法空 那在大致论他有说就是 在讲三甲的时候的法甲 法甲就是一一 在部派里面所说的这一些 一一法组成的最小单元 这个法能也是失色的 那说明是这样子说 就是说不要把它当作是最后的一个尸体 没办法再分了 那怎么去观 我个人也不是 怎么样去破最后这一个尸体 我是有听说一个故事 就是说现在的物理界 有一支叫高能物理 高能物理在干嘛 它就是去做那个加速器 然后加速器 就是让这个粒子对撞 那撞出去找那个 最小的这一个的粒子 那根据以前有一些朋友 或者老师来描述 这些科学家他们发现 他们并不是每次撞 都能够看到那些 就是撞完之后的 更小的一些例子 那他说当他们心比较近的时候 他们才可以观察到 当然观察是用仪器 但是心比较不静 不平静 就是比较有这一个 不思乱想 或者杂念的时候 他们就撞不出什么结果 所以他说这个实验 不是每次撞都有的 所以他们据说 他们那些科学家就学打坐 那心比较近一点 然后可以观察到这一些例子 那这些例子呢 其实就目前所了解的啦 他的生命存在是很短的 就是他出现之后 他就会不见了 所以他也是一种无常的生命 他不是分析到最后 没办法再分析 就是还是要观他 他还是一种因缘条件和和而存在 然后因缘消散而灭去 他还是一种 回到阿罕的一套教学书就是 还是这种 属于缘起生灭的一个法 他没有一个很有 然后永远不变的 不带他的 他的生起 被他的出现 都会受到环境的一个影响 科学下新的一种 这种杂念多不多 类似啦 大家也只能跟您分享到这边 因为我本身不是修这一个的 那希望就 就点到这边就好 再问下去 我也不晓得怎么回答 谢谢 谢谢法师 法师那您能不能透露一下 您是怎么修的 当然这有时候也不方便讲 假如能够的话 我们就照着您的方法去修 或许会不会更好一点 阿弥陀佛 也不一定 因为每个人的这一种 的一种情况不一样嘛 有些人喜欢修为事啦 那我们还是按照这一个 中观 龙树菩萨所开始 就是从缘起 无自信去 去观照 就是或是从四门不生 大家也知道四门不生嘛 深不生经常去思维 这个生其实并非自信生 也并不是无因生 是原生 就经常去思维 然后去验证 什么验证 就是我们这个跟对境的时候 就去验证这些事情 一切法都是 一因代缘的存在的 不断去证实 不断去证实 那慢慢慢慢 我们对于这一种 一切法这种实有感 他会比较 这是个人的啦 每个人不一样 他有机会再说明吧 感恩法师 感恩师傅 阿弥陀佛 请如恒师姐发问 昌思法师您好 您好 就是前面刚才有讲到 就是如称低昂这边 就是那个英国 因为我以前就是一直 这里面我就一直有点卡 就是不怎么想得通 就是他这边说英国好像是同事 然后那个大致都论里面也有一段文 就是说就像他说那个印尼一样 就是说他说那个成坏一时 然后导师又在他著作里面又说 那个因果是有序列性的 然后然后我就这里面就一直一直卡 那到底那个因果到底是有前后序列呢 还是同时呢 但是如果分开来想的话 就是就因果有序列就好像又能想得通 然后那个是就是成坏一时 也能好像有的时候也能想得通 但是两个连起来我就就比较卡 我不知道应该到底要怎么去思维 请法师指示那个开始 谢谢法师 呃成坏一时这个是在讲义里面的吗 呃不是是那个大致都论龙树里面 有一有一段那个文 OK 呃我 呃好 因为我没有看到文 然后可能要看一下文脉 基本上 我们在说极生极灭 就在中观 我们在讲生灭呢 大家就要把握一个法 原则就是 它不是一个实有的法 生起实有的法 灭去 它就是因缘和合而生 因缘和合而灭 生的当下它就是灭法 它必然会灭 听得懂吗 但是在这一种 听懂 在这个这个因缘和那种 如幻相的一个现象当中 它就是生起 然后住一段时间 然后灭去 它的这种 相是如此 听得懂 就是它是从相 跟它的一种 听懂 本质 就是 生法 即是灭法 灭法 对不对 它必然会灭嘛 但是在现象的一个 的一种 显现的时候 它是一种前后的一种 序列吧 对不对 就是 理上说 跟事 理跟事 或许可以这样来 来做一个区别 理跟事 事相就是 它就是一种 有前后的一个关联 但理上的 它就是 你可以讲无生无灭 对不对 不是生灭 即生其灭 对不对 生的当下就是灭法 听得懂吗 听懂 因为和和的法 一定会灭 所以 因为和和的 生的当下 它就是一种灭法 那 如果从这样角度 就是 即生即灭 大概这样子 去把握 不要陷入那个文字 的一种 漩涡 对 我就是 那时候一直 不怎么 想着明白 那法师能不能 这样子去理解 就是说因果序列的话 就是 就是比较粗分的 就是那种 比较粗分 然后说那个 生灭同时是 有点像那种 用 微 就是比较微观的 就是细分的 能这样子去理解 是不是 就 终关 般般若 我印象中 它比较不会讲 生灭同时 这样的一个论述 同时这个语词 或者说另外一种语词 你觉得它就是 同时的意思 这个到时候 您再把文 寄到几经后 再去看一下 前后文 导师是 有点批评 这种 我也是的 生灭同时的 这样的一种 论述 那它就是 一个论述 这个论述 它是要解决 某一个问题 它必须要这么说 那这么说 它又有一些困境 总是这个世间 就是不圆满 你落入世俗 用语言文字来表达 它都会有一些 不圆满的地方 大概是 我们看到文 再来看 中观博人 好像不太讲 同时的一个印象中 然后我们看文 再来讨论好不好 好的 谢谢法师 还有第二个问题 就是刚才您又说到 就是那个 假明 假明就是 就是施舍法 它是有施舍处 那如果没有施舍处 然后那个立的假明 那个就不是 不是我们空性 空性的所迫 是不是这样子理解法师 就假明 有很多种不同的层次 你说龟毛兔脚 这也是一种明 对不对 但它是一种 我们很明显 知道它的虚妄 我们要去破是一种 我们觉得它 不是那么虚妄 很真实的 但它是失色而有的 明白了 就是这一种 这种失色它有不同的层次 但是我们要去破是一种 正世俗 那种龟毛兔脚 梦境 那种导世俗 我们知道它的一种不实 但是对于一种 我们这个世间 比如说房子 车子 人等等 我们都感受到很 很真实的这样的一种 性 这个是我们 会觉得有自信的一种 对象 那我们要去破的 就是这一些 破它的自信值 不是把这一些东西 毁坏掉 大家要分清楚 破直不破法 不是说你喜欢这个 我就把这个法毁掉 不是 就是破 你对这个法的 这种自信的一种执着 你只要观察 了解到它是如幻如画 因因代缘而易 因缘消散而灭去 这样就好 谢谢法师 感恩法师 了解了 请周景师姐发问 师父前面讲到 有一个波罗波罗蜜 远离生死 非常非灭不 这块我不太理解 但是我也想到 其实中观的这个思想 就是对我们如何 看待世间更好的生活 非常有帮助 但是我也在思考 就是像这个中观的思想 对于我们离命中 就是解决生死 就是特别离命中的时候 会有什么帮助吗 这个我一直也挺困惑 这一点 请师父能开示一下 波罗波罗蜜 就是一种 关一切法 但有假名多物 你可以这么理解 波罗正观 那这样的正观 就远离二边 就无止 无止就能够断一切烦恼 就不再受生死轮回 这样的一种欺负 这就是所谓的远离生死 这样可以吗 师父你说不受这个欺负 就是不再轮回 生死 对 就是我们通过修习 波罗波罗蜜 可以就是脱离六道轮回的意思吗 可以这么理解 是 有烦恼系不断的流转 那你观察到诸法的实相的时候 不落二边就没有种种的值 那就能够 就类似心境 远离颠倒梦想 坐进灭盘 师父那我们如果修的真的非常非常好的话 那我们真的脱离六道轮回了 那会到哪里去呢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恰当的一个问题 在这个佛法的一个脉络下 因为这个问题有个前提就是 死后还有一个实体字嘛 这个就是说你这个问题 是在一个前提之下才会发 那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 您听得懂 我知道师父 所以我就在想嘛 那我们修这个中观 对我们灵命中会有什么帮助呢 像导师在成佛之道里边讲 人到灵命中的时候 随灵中以念啊 随夜啊随喜啊什么什么的 那我们修这个中观 我觉得经常很矛盾 它在世界确实很好 但我们到灵命中的时候 我到底是什么样 把这个中观的思想 用到这能帮助我脱离六道 轮回也离生死呢 我就这一点始终就是没有办法把它解开 也是我在修行上 这一点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好 这个问题也很深刻 那其实是这样 其实是这样我们修行有一个 如果从阿含经的这一套论述来说 就是要断种种的执着 对不对 那我们为什么会有种种的挂爱恐怖 种种种的这种负面的这种身心的活动 就是有种种的执着 爱着 有了怕失去没有想得到 等等之类的 那中观般若的一种观呢 就是要去离种种的执 你就不会有挂爱 无挂爱就无有恐怖 就是心经那一套 心无挂爱无挂爱 不无有恐怖 远离天堂梦想 就是我们中观了这样的观法 我们对一切法 就知道它就是因缘合合生 我们遇到种种的逆境 这都是过去的因 现在种种的因缘合合成熟 就结了果 这本来就是如此 我们不会怕 它就是过去的因结的果 那因为现在的条件成熟 那这个果也不会永远都让我们那么苦 它受报它就会结束了 那就是有另外一个果 因来结果 那这样的一种因果 不断的这一种 就是过去的因 加上现在的因的缘 不断的 就是这一种显现出我们这一身的种种的遭遇 对不对 那这些过去所造的其实很多 那其实我们如果这一世能够去 那其实我们如果这一世能够去这一种 所以怎么样去去这个趋极必凶呢 就好好做善事 因为这一些会遭感过去的善的因来感过的 那如果做半天都没有 那就是知道我们过去做的太少的善业 那这些人好好做 就是总是心都聚焦在怎么样 就是观察因缘 声音缘灭 怎么样让它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你就没有什么时间苦恼 因为这都是因缘和合的结果 你要好的生活就好好的造善业 对不对 然后不要去执着 不执着也是一种更高一层 更清净的善业这样子 所以这些都会让我们灵命中 没有执着没有挂碍 那就会依着这样的善业 到再加上我们发愿 就能够到有佛法的一个 国度去然后继续修 遇到善知识 然后继续成佛之道 这样可以吗 师父我知道 就是我们也不要执着 一定会怎么样 就是好好的修行 征服征会的到时候 增加一个礼命中的善的元气 那我们最后还是尊重 尊重这种元气 当然也相信这种 就是你不断的修善业 善业都一定是往好的地方去 不用怀疑 你要深信命过 他这个善业是不是 是不是也是增加这个善业 就临终的时候善业出现的概率会更大 是不是是这样子 对对 还是一定会 他讲这个概率了 你说99.9%跟100%就是差不了多少 对不对 那要发生的几率太少 假设啦 我们善缘能够成就的一个 感果的一个概率是99.9% 那根本就是必然的嘛 那根本就是必然的嘛 相当于必然 懂一 反正因果就是必然 你不用去担心 你担心也没用 你做那么多好事 担心多二道 结果反正担心就多余 因果业力就往上去 就推了 好的 那现在请 憨林师兄请您发问 好 法师好 阿弥陀佛 您好 非常感恩法师的这个课程 非常的精彩 我的问题呢 实际上也是和前面几位 这个师兄师姐有点关系 就是和修行有关 您在今天的课程当中 已经提过几次了 说是般若经 它可以说是般若法门 也可以说像般若是修正的开示 不是一理的说明 可是我们有一个 就是说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这个般若经 好像是没有修行法门 也至少的话 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十八空 你在看这个经义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一种感觉 它实际上不是一个一理的说明 它实际上是一种常观 它既是一理的说明 也是常观的这么一种 好像是这个常观的实际嘛 但是好像是我们 没有听说这个话 这个有哪些修行的法门 是以它来修的 最后就变成了我们大家 就是说般若经 就是用来持诵的 比方说我们诵心经 诵经 钢经 钢经 超血经 好像就变成了这个诵经和超经 而实修那部分好像 是不是失传了 还是就是说 这怎么样 好 您的问题的陈述已经完成了吗 我先问到这里 好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那也问到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课题 基本上波尔经 我们一开始已经有讲 他刚开始在讲这一些观形的时候 对象是临近不退转的九学 就是已经快到正无声法人 那么高层次的这一些菩萨 所以他的这一种观形 都是简单恶要的 他们听得懂 我们听不懂 就是这样子 好 那布尔法门要流行 要推广 就开始施设一些方便 比如读诵授词 正义念 为他说思维 还有修 其实波尔法门还是 不只是读诵而已 还是可以去思维 还是可以透过这一种 以定为基础 然后去思维观察 经所开示这一些观形的道理 就是关于戒法虚妄不失 那当然因为他波尔经的这种教学 太精要了 就是他比较没有一种 所谓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 他就是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开示 你能够把握 那你就是能够入 没办法把握 那就只好从读诵授词 然后就是意念 然后为他说 然后去思维 然后一步一步来 那这个就是 就是说同样一句话 在临近不退转的菩萨 他一听他就知道怎么去 掌握观心 但我们没办法 没办法怎么办呢 去累积资粮 不断去读诵授词 去思维 这句话什么道理 然后跟人家分享 几次之后发现 这个理解好像还不够圆满 你又发现 在更深测的一个理解 不断不断 然后再配合这一个定的修持 然后再以着定为基础 再继续对这样的一个 菩萨经的这个内容 再继续做这种 深思维 深观 那其实他就是这样的过程 就是简短的教学 你没办法把握 就先去背诵 去译识 然后慢慢去思维 因为有些人 有人解说嘛 然后去了解 把这个道理 慢慢在生活中 慢慢的去实践应用 然后慢慢再回到 直观的一个修持 应该这样是可以 达到菩萨经教的这一种 观修 那如果菩萨经的这些教学 太难的话 其实中观也是 这是依着波尔经的教学 而开示出来的一种 对种种不同的自信件 来破除的一套 完整的一套教学 一套修行的一个论述 或是开示 中观他也是跟波尔经有相同的一个意趣 因为他比较把握波尔经虚妄不实的那个空意 来作为观醒的一种基础 那波尔经有时候 他就跟你讲 出发实际上是不可得 离 那有些人他就能够掌握到这一些 教学语言的一个意涵 他就能够 就能够突破 希望刚刚的说明 也回答到您的问题 那可以 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 是 就是说第二个问题的话 也是从您的讲义当中来 就有一句话 要关破世俗的虚妄 从而脱落名相 契入如实相 就这样一句话 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蛮有感觉的 因为这句话的话 他和这个南传的清静道论的修行次第 非常的稳定 在内观的修法 但他里面有一个细节地方 就世俗的虚妄 那么在这个阿比达摩里边来讲的话 他有说的话 世俗的虚妄有分概念法和真实法 换句话说的话 就是说修内观的人 不能观概念法 要观真实法 什么是概念法 就是人我 桌子椅子 这样叫概念法 那么他那里边说的真实法 就是观明观色 那么因为说只有这真实法的话 才真正有真正的无偿性 也就是撒纳生涅性 因为我们概念法 它有相对的稳定性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 在波罗经里边的话 对这个世俗的虚妄法 有没有这样去分 我不敢讲 我们有充分掌握波罗经的教学 但是从我们所接触到的 波罗经所说的一切法 它包含南传所说的概念法 那也包含南传所说的真实法 那你说概念法 真实法 它没有世俗的自性 像比如说地的坚信 它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像 还是有的 是吗 那我没有要批评的意思 就是说 反正就是要去观察一切 是一因代缘的 那就是一因代缘 对不对 关破世俗虚妄 刚才您讲的这一句 就是一切法 它主要讲这一切法 重点是 在若以波罗经的三甲来说 主要是比较从瘦甲 或者是从这个明甲 明甲它有 指涉一个瘦甲的 或是法甲这个法的这个明 而不是那一种 龟毛兔角这样一个明 龟毛兔角那个不死 虚妄不死 我们都可以知道的 但是对于这种 什么东西叫什么 就是我们在生活经验当中 可以经验到这一种 存在的这个法 我们对这样的法的明 还有它法的本身呢 是带有这种执着的 带有这种自信见的 那这些都是所谓 要去观破的一个对象 或是范畴 所以波罗经就以三甲来说 它有明甲 瘦甲 法甲 法甲就比较 类似南传族说的真实法 但是它也要观瘦甲跟明甲 我刚才讲到 波罗经的这个三甲的教学 应该可以 或多或少回答到您的问题 不晓得这样可以吗 你可以的 有个感恩法师 好 那我们最后回向 大家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也共成佛道 也共成佛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